人活在世界上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改变 你的心把一件事情看得开了 你命运就改变了 同样一件事情 你的心看不开 你的人生态度就不能得到改变 态度的改变 你的生活习惯就会跟着改变 你生活习惯的改变 你的性格才会慢慢的跟着起变化 性格一起变化 你的人生命运就会彻底的改变 所以学博就是让人改变你自我的命运 如果今天佛菩萨带来的佛法 不能让我们改变命运 为什么菩萨要将佛法传遍人间 学博就是要改变自我 让我们离苦得乐 我们从此不烦恼 因为我们心中有个宝啊 有一个小小的团长部队里的 他英勇善战 在很多战役当中都出色的完成任务 后来被一个总统升为了将军 对总统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跟总统讲 总统啊 我从敌国带来了一点东西 在边境上被卡住了 请总统 这个时候总统就说 你列一份清单吧 然后等到他把清单列给他的时候 总统很快的就在上面签字 还写了几个字 将军非常的高兴 但是在清单上看到了 对这位将军的称呼 还是跟过去一样 改为了上小而非将军 这个将军非常的觉得诧异 就跟总统说 总统啊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是将军啊 总统跟他说 完全正确 等价交换 大家想一想 有得到的就会有付出 如果你得到的不是应该 你得到的东西 你付出的远远的要超过你所得的价值 谢谢